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小姐 你可知道 今天我找你来 是什么原因吗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 阿姨 我可以解释的 不用解释 我们就开门见山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你要多少钱 才愿意离开我儿子呢 五百万 阿姨 我跟老板只是普通的合租关系 八百个W 那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问老板 我就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员工 他怎么可能会跟我在一起呢 一千万 你可要想好了 一千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救命啊 他到底有没有再听我说话 阿姨 这不是钱的问题啊 你不会想跟我说 你跟我儿子 是真心相爱 两情相悦 这种台词 现在三流电视剧 都不但这么演的 阿姨 我们是不是觉得 我前脚把钱打给你 后脚就会告你敲诈 我理解 这也正常 好 这样吧 我允许 你自己炒你一份赠予的合同 我们可以去公证呢 确保我是意识清醒之下 心甘情愿把这笔钱赠予给你的 我 怎么不说话了 被我说中了 看来你对钱衡的爱 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天啊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